好 另外关心高雄民众最近应该很想问到底发生什么事 怎么又是停电又是停水真的是欲哭无泪 岗山这里因为捷运挖破了水管 突然宣布北高雄五个区要停水 而民众觉得真的好不方便 而停电的话则是在凤山这个地方 这一次是在浮城里 不少民众突然被热醒 这已经是高雄这个月以来第四次停电了 虽然每一次台电也都有解释 但是这么常发生停电 居民快要受不了了 马路上两旁民宅黑漆漆一片只剩下红绿灯 还有在运作 9月29号晚间凤山又停电了 凤山民众很无奈 因为这个月已经停电三次 头两次分别是在9月1号和9月11号 国泰路一带路灯没电 台电表示是因为高压保险思过载断裂 一个开关要控制太多路灯 只要故障就会整排停电 有艺人就认为 我要请台电是不是针对这些比较老旧的一些装置 比较早期所设置的装置 赶快去做通盘的检讨 另外9月27号南子区的马路上 不少民众都因为停电被热醒 全跑到马路上等电来 马路上只有摩托车车辆 马路上勉强照明一停就是两个小时 一共有四千零九十六户受到影响 一个月来高雄就发生四起停电案件 就连市长陈其迈也看不过去 而另外三十号也因为先前捷运钢山延伸线施工 挖破管路 北高雄五个行政区实施停水 到十月一号早上七点 只是这一个月来不是停电 就是停水造成高雄市民许多不便 大家只希望十月开始能别再停水又停电了 华市新闻 陈欣修 蔡孟俊 高雄报道